各位好,现在是9点19分 今天赶着要出街 所以提早跟大家做第二段的投资影音分析 就是我会做到现货市场开始的 先看今天重点分析的股票 是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先看月线图 现在是9点20分 理论上就是出了开市价 现在月线图上见到近几个月 都是责幅横行 代表这只股票在2020年7月 14.23元,当然是随净价计 随净价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说,为什么经济通 随净价这么麻烦? 你给原价就行了 就是原本的价格 原本的价格当然有参与价值 你会知道 但是你不计算随净价 那图表就扭曲了 那指标用旧价计 用未随净价计 本来可能建议你买在里面 估出也不一定 譬如像是腾讯的 如果你计算随净价计 那跟今天的情况 现在图表上是看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它跌到最低是去过 我看真的是多少? 12.56 12.74 12.22 应该是12.26 应该是12.22最低 看清楚是不是? 没错 就是这个低位 最低位 12.22 这段跌完之后 现在是反弹 你肉眼 不用计算 去到14.26 暂时今月最高 好少 0.382也未到 虽然12.26 见过 依然比这个高位 14.5是为低的 就是反弹没什么力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们再看五个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1.2.3.4.5 之中 RSI 就是 开始升为 5月平均线 不过两条线都在50下面 叫做有一个转强一点 毕竟今月到现在 都是一支 新区 长度比较 略为明显的阳烛 指标之中 四个利淡 一个利好 就是说 长期认势 中国人寿是如何? 是向弹 不会是一支 长期持有好的股票 当然 它一个即市的重要 不是即市 这个 越长 线的重要 支持位 就是你作为一个指示位 应该是14.22 就不再是这里的低位 10.07.2 或者 这个低位 12.56 因为 刚才我同 不是 sorry 或者这个低位 12.1.7.2 现在应该是12.2.2 才对 这里 再反弹有多少呢? 肉眼磨 如果你能够过到这个位 14.5 应该理论上可以看这里的高位 但是这里的高位 是15.08 7.2 但都已经是 跟 保利加通道中族 附近 很近 所以我们先看保利加通道中族的阻力 长线 就真的一点都不漂亮 你再看 如果 刚才你提到的0.382是多少呢? 可以和大家计算一下 21.13先2跌下来 21.132 OK 21.132 没错了 跟着 最低是见过 12.22 12.22 刚才我刚才说错了14.22 应该是12.22 嗯 反弹的0.382 量度升幅目标 即量度反弹目标 是15.62先4 15.62先4是什么? 保利加通道中族 是 15.11先3 即是高位 另外刚才说过 这里有一个 阻力位 是 15.67先2 即是这里附近 我觉得 到0.5倍 合作升幅目标 就 较难一点 不是没有机会 是16.67先6 大家就要看 15个多的位置 看完长期形势之后 我们看中期形势 中期形势 这个星期 如无意外 今天 不是显著回跌 都应该是一支大阳烛 怕今天回落 阳烛新区 为什么 最高暂时 见过 14.26 阻力位 14.5 刚才月线图 都看到 如果 看一个指标 1,2,3,4个好 一个淡 不是 STC SAL在哪? SAL是14.26 仍然高 如果稍后升多一点 碰到14.26 1.5 SAL也会出现 极点高位 当然出现极点高位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或者看多一个星期 看清楚 高不高 14.26 今个月 今个星期的高位 暂时14.26 全周收市位 最怕是什么呢? 一冲冲上去试试 15个岭的位置 跌下来 中期反弹完了 否则 我们可以计算 两构升风目标 这个很明显 由这里开始的升浪 12.22 升到上去 14.5 看清楚是否14.5 14.5 14.5 没错 升到上去14.5 那我由12.22 升到上去14.5 曾经回到最低 是看过12.7.2 对不对 这些高的 对 对 最低见过 我只是这样跳 我确定 这是最低的位置 12.7.2 对的 我们看到12.7.2 放下来 假设 这个升浪 一倍 回来 再升一倍 目标将为15 又是15.0 比较好 16.4 0.9 算了 看到这里 因为这里的高位 是 15.87 2 过了 过了之后 如果真的有幸 这么厉害 上去 刚才说的 16.4 最后0.9 我会出现回吐 试试 15.86 7.2 支持 就是正常的 中期形势 暂时说 你可以用中注 就是持货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一刻 进去买货 似乎 直播率 就应该不太足够了 看上去 你可以计清楚 因为你的指示位 应该放在 12.72 下面 够不够直播率 肉眼望就不够了 希望我还有一点 让你买 这个是说中线 接着到 短线 短线投机 短线投机 挺漂亮的 今周1 2 3 4 5 连续第5个加日上升 如果你计这个 阴阳烛 暂时刚刚开市 不计 只有开市位 只有开市位 14.26 暂时 不计 希望今天都是阳烛 五支阳烛 不特意 还要连续两个加日 在保利加通道 顶部之上收市 不是两个 应该是三个 对不起 三个 连续三个加日 在保利加通道 顶部之上收市 代表买家控制了大局 短线买家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全部理好 短线投机 可以用大注 但大注得来 目标就不用再说了 跟刚才说的一样 但指舍位 并不是放在12.22 或者12.72 刚才说的 不是放在那些位 是应该放在哪里 不是12.22 或者 这个位 12.72 不是放在那些位 不扣直播率 短线投机的话 最少 你先要放在这个低位 13.34 今天再升上 不肯下来 就推上去 这个高位 13.62 13.64对不起 应该是13.64 这个高点 这支阳烛的高位高点 高的这支阳烛的高位 13.64 这样才够直播率上去 再看清楚 有一个位 这个 明显的前升浪高位 14元 即是第3级跳上去 先放在这里 再放在这里 再升高点 就放在这里 如果有限冲上去 有势 试15元 16元 刚才说的那些位 再放上去 14.5 一浪一浪 高于一浪的情况之下 就将指站位 一路推上来 指站位 指示位 一路推上来 维持直播率 跟讯号指示 沽货走位 这个就是 短期的 上升的 你拼博它上升的情况 的策略 我亦想和大家看 短线 我们看这3个辅助指标 平均线 整体分布形 不是 我开错了 开错了 应该开这个 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 现在5天平均线 就 翻翻了 应该说 5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 就是刚刚 高过50天平均线 令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 是全面利好的 刚才刚刚开了市 开了市 都未够一分钟 冲过上 14.34 开14.6 然后 跌下来 现在是在做14.6 也是 成交量 昨天 这支大阳烛的成交非常配合 倍增有多 OBV也都配合 ADX也都非常配合 看到 DMI的ADX在正DI和负DI上 继续攀升 形势非常好 好了 我讲完今天重点分析股票 现在讲市 先看看 遮住了 遮住了 我看看有没有把他打出来 不行 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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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头 一层间才拿出来 我们看这个 开市情况怎么样 昨晚美股表现差 港股 利益低开 不过我今早跟大家讲了 我估计 九成都不会跌到合理值 那么多 一开 跌的是低开的恒生指数 但是跌幅0.3%左右 不大 国企指数 0.4% 红酬指数 微升0.07% 昨天跌得多了 不是 科技指数跌多了 0.74% 8 0.84% 现在 综合指数跌了 0.23% 也不大 就是说 二三线股所受的沽压 不大 升降股票数 无论 刚刚开始 只有 两分钟 两分多钟 不作准 不都看 恒生指数跌多了 29只升30只跌 国企指数 升18只跌30只 回吐压力大 科技指数 升8只跌19只 我们再拿回那张图出来 刚才那张图 就先看 你先关掉这个 先关掉这个 然后拿回那张图出来 恒生指数期货 恒生指数期货正式开始 开始是9.3个字 恒生指数期货 开就低开 接着回远跌回到保育加通道 顶部下 你看到 都连续很多交易时段 1,2,3,4,5,6,7个交易时段 收市位高 保育加通道 顶部 我从大家看 昨天收市是否 昨天收24988 保育加通道顶部24969 没错 连续7个交易时段 今早不回吐 有鬼 就算不是 你头低开 在11点前 都回吐 机会极大 根据我的 保育加通道分析法 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那个秘技 大家有兴趣就看我的电子书 那就是 会员 照了正常的回吐 但是指标 RSI率先转弹 还有4个好 依然形势向好的 那就是说 如果它回落到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例如举个例子 由 低位 23941 开始升上来 升到昨天收市前的高位 24988 即收市位 回落到0.382倍 顶部0.5倍 你可以尝试用中柱 短线投机 买入恒指期货 或者买恒指牛证 去逃利 讲的是即市 即市逃利 超短线投机 因为你看的是小市途 这个形势还是好的 只不过正常回吐 然后我们看国企指数期货 国企指数期货的情况 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都是回远 策略一样 也都由这里 升到这里 这里的低位 是 8389 升到上去 昨天收市前的高位 是8784 自己计算0.382 0.5倍是多少 RSI也转淡了 5个指标也是 4个利好 1个利淡 应市策略超短线投机 和恒指期货一样 科指期货 是差点的 因为一直都没有高 保佑加通道顶部 收市位计算 这个就好像有肉眼 我看一看 5887 高过这个是高过 不要说一直高过 曾经高过少少 回远一点 这样的情况 RSI转淡 没有分别 三个指数期货 都是没有分别的走势 那我们看看这个低位 是多少升上来 我先看看 5611 5611 升上来的 最高是见过昨天收市前的高位 5920 0.382 调整目标是多少 量度跌幅目标是多少 自己计算 你计算 计算 这一个 给大家这个计算 好 我先关掉这个 然后我想和大家先看美市期货 不过不要了 留在美再看 让它变动多一点 我们先看这个500只 升纵合指数成分股 头五位资金镜主动买入 暂时最多是2亿的腾讯 接着到 1亿3亿阿里巴巴 1亿0600万的美团 8900万的港交所 和3200万的中国平安 这三只有升有跌 能够逆市继续升 怎么会逆市 似行增市数跌 综合指数 也是跌 逆市升就是腾讯和港交所 升幅不大 但是反而下里巴巴跌得多 跌了3.42% 升的腾讯 暂时的位是高于交权平均价 港交所 亦都高了很多 两只表现特别好 看看 主动卖高比率 62-32 显著配合上升动力 腾讯 港交所78-22 是极度配合上升动力 这两只要最值得留意 大家 另外三只差点 都是 除了中国平安 阿里巴巴美团 都高过他的 加权平均价 买家其实依然控制 局势 中国平安是差点 是低 中国平安 57-43 都是不错 64-8 64.8 前面的上升动力 都不错 就是有托价的现象 看到 我们看看阿里巴巴美团 阿里巴巴60-40 美团 55-45 都分别 显著配合 和配合 在低位的回升动力 他们的低位 阿里巴巴126-1 美团 是 234 两比 不可以作准 刚刚开始 那当然是激增 好了 说完这个 来看看 五只 被大户压着的股票 主要是哪五只 是 有邦保险 中石油 比亚迪电子 军实生物 和中国铁塔 有邦保险 原价88.8 是 低过 高加权评价格的可惜 主动买股比率也不美 46-54 那就 不一样 其他有些 全部都配合下跌动力 炎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现在是 报 58-42 刚刚跳了 叫做 不错 买家 入市态度 都是进取的 暂时录得资金证 主动买入10亿 但占总成交金页有5% 过外 5.8% 33个业务里面 资金正主动买入 首三位 就是远景服务业 地产业业与其他金融业 全部都 配合 或者 叫做 58-42 配合 内1-38 显柱配合 69-31 非常配合 就是 上升动力 这些业务里面 所属股票的 平均变动率 首三位升幅 农业产品 0.91 6% 交通设施 0.46% 煤炭业0.32% 他们都叫做配合 特别是 交通设施业 72-23 是极度配合 这个板块里面股票的 上升动力 我们看看 还有这个 看看 被动买卖最回弱的券商 就有 美林 UBS JP Morgan 高盛 和 Credit Suisse 托着的暂时 刚才说的 头三个 就托着腾讯 而压着的 五个不同的股票 他们有分别 北水在哪 北水在第八位 和第 11位 现在 不活跃的 挂牌 挂牌买卖并不活跃 再看看 中国人手 最高见到 14.34 创今个月的新高 反弹 不过可惜 一路跌回来 最低是 14.2 现在做14.08 是低于加权平均 14.21 这个股票的历史波幅度 恒生指数 差不多 19.245厘 恒生指数 今次说了 第一段投资金分析 18.5厘左右 飞省会主动买 沽比率 不漂亮 34.66 显示 沽家 入市主动 订货的情况 都 很明显 暂时 暂时 绿德资金 正主动卖出 721万 占成交 今晚16.65% 显示 14.26 即市阻力位 都很大 有机会 下移到 14.14 如果继续 浮沉多段时间 这条巴长 的话 今天 中国人秀 就不会是 即时 入市买货的好时机 除非他急跌 然后就站稳 信号没有寸淡 标准自动对盘 看看大户 只有一宗成交 普通大户做的 是订货 在14.22 扔了164,000 164,000 所以比率是0-100 但是这一宗就 不是很 不是很值得参考 参考性是低的 最后 看看现在托着的主要是 这几间 高城亚洲 包围亚洲 ABN Credit Suisse 未想 但他们也不多 最多的资金证被动 买入是400万港元 平均托着14.2 压住 100多万的资金证被动 卖出 花旗环球 中国投资信息 和富途 都是压住14.2 的位置 这段投资影音分析 就说到这里 今晚我有第3段 投资影音分析 专来给 Gold 或以上级别的 Patreon 订户 到时见